大家好,这里是波波读书,今天要朗读的文章是宽恕他人放松自己。 一位名人曾说,也许在很久以前有人伤害了你,而你却忘不了那件不愉快的往事,到现在还痛苦不堪,那就表示你还继续在接受那个伤害。 其实你是无辜的,你要了解到,你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这种经验的人,赶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,只有宽恕才能放松自己,让你松一口气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,击战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。 这两名战士来自不同的小镇,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,他们相互鼓励,相互安慰。 十多天过去了,他们仍旧与部队联系不上。 这一天,他们俩打死了一只鹿,依靠鹿肉又艰难度过了几天,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逃离,或被杀光了。 这以后,他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动物,他们仅剩的一点鹿肉背在一位战士的身上。 这一天,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,经过再一次激战,他们巧妙地躲开了敌人。 就在自以为已经安全时,只听一声枪响,背着鹿肉坐在前面的战士中了一枪,幸亏伤在肩膀上。 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过来,他害怕得语无伦次,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, 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衫撕破,来包扎战友的伤口。 晚上,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,两眼直勾勾的,两人都以为熬不过这一关了。 尽管饥饿难忍,可他们谁都没有动身边的鹿肉,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一晚的。 第二天,部队救了他们,事隔三十年,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, 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,他就是我的战友。 当时,他在抱我的时候,我碰到了他发热的枪管,但当晚,我就宽恕了他。 我知道他想独吞鹿肉,我也知道他想为了他的母亲而活下来。 此后三十年,我假装根本不知道此事,也从不提及。 战争太残酷了,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。 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。 那一天,他跪下来,请求我原谅他。 我没让他说下去,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,我宽恕了他。 莎士比亚说,宽恕人家所不能宽恕的,是一种高贵的行为。 宽恕是一种给予, 这种给予能使别人安慰,自己则变得更充实。 相反,刻薄则是斤斤计较。 不但伤害了他人,对自己更是百害而无一利。 人与人之间,常常因为一些彼此无法释怀的小事,而对对方造成永久的伤害。 如果我们都能用善意的目光去看待他人, 相信你一定能体会到对方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。 此时,只需与宽恕来抚平两人之间的伤痕。 集中营里,威森塔尔每天为德国人干活。 这一天,他在休息的时候,一位护士向他走来, 问他是不是犹太人。 当获得肯定的答案后,护士示意威森塔尔跟他走。 他们进了一栋大楼之后,来到了一个房间。 房间里有一张白色的小床和一张小桌,床上躺着一个人。 护士扶在床边,对床上的人嘀咕了几句,然后就出去了。 威森塔尔看到躺在床上的人,是一个伤势严重的德国士兵。 看到威森塔尔,床上的士兵让他靠近,并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。 士兵说, 我知道这个时候,成前上望的人都在死去,到处都有死亡。 死亡既不罕见,也不特别,可是有一些精力折磨着我,我实在想把它讲出来,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。 原来,这位冰死的士兵,是请那位护士去找一个犹太人来,听自己死亡前的诉说。 于是,护士找到了威森塔尔。 我叫卡尔,我志愿加入党卫队。 我必须把这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,一些非人的事,就是一年前发生的事。 这个士兵到了波兰,他执行过这样一个任务,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的阁楼,并运来一卡车油桶,搬进屋子,锁扇门之后,一挺机枪,对准了房门。 一切就绪后,我们接到命令,要我们从窗户把手榴带扔进屋去。 我们听到里面的人惨叫,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吞噬着他们。 我们端起机枪,准备射击从火海里跳出来的人。 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面,有一个人包着一个小孩儿,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。 他身边站着一位妇女,毫无疑问这是孩子的母亲。 他空出一只手,紧握着孩子的眼睛,随即他跳到了街上,随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。 接着,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。 我们开始射击,子弹一排一排地打了出去。 说到这里,这个冰死的人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,似乎想从脑海中抹去这些画面。 我知道,我给你讲这些故事是非常可怕的。 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,我希望把这件事情讲给一个犹太人听,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。 要是没有忏悔,我就不能死。 我一定得忏悔,但是该怎么忏悔呢? 我只讲一对没有应答的空话。 正如威森塔尔自己所说,毫无疑问,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,可是我能说什么呢? 这是一个冰死的人,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,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。 他在忏悔,而这个倾听忏悔的人,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之下。 所以,威森塔尔保持沉默,自始至终只是充当了一个听者。 当晚,那个士兵就死去了。 我是否该满足这个冰死士兵的心愿? 威森塔尔自己拿不准这个问题,回来后他和三个犹太同伴谈起了此事。 他们一致认为威森塔尔做得对,但自此以后,威森塔尔和那个士兵一样,脑海里老是有一幅画面,那个头上缠满了绷带的党卫队员。 我断绝了一个临死的人最后的希望,我在那个冰死的纳粹身边沉默了。 这是对是错,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。 这个问题一直煎熬在他的心里。 宽恕是一颗感化石,唯宽可以得人,宽恕最终使伤害你的人走向道德法庭的被告袭,或者受到宽恕的巨大感召而放弃伤害,回归于美好的人生中。 宽恕还是一样很神奇的东西,只要你身边有它,你就会在生活各色各样的事情中受到它潜移默化的影响。 它是一种力量,没有人能够抗拒。 原因很简单,因为没有人愿意放弃能够微笑对待人生的机会。